7月1日周三,明天凌晨4点,巴萨主场对阵马进,目前巴萨的形势吃紧啊,落后黄马2分,一定要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,即便和黄马同分,巴萨也因为本赛季和黄马的对战成绩而屈居刺喜 科队马进也仅仅领先身后的赫塔费6分,联赛还剩6场 一不小心呢,也会失去直接参加欧冠赛事的机会 再看近况,巴萨近5场赛事,3胜2平,其中2个主场是2比0和1比0小胜 5个对手也就塞维利亚和比尔巴厄有一定的实力,但两场只取得了一个进球,一胜一平 再来看客队马进,复赛第一场客场1比1战平比尔巴厄后,之后的4场一路4连胜 虽说对手都属于弱履,但是马进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本赛季啊,两队交锋过两次联赛中巴萨客场1比0战胜马进 在西亚进行的西班牙超级杯当中,马进3比2战胜巴萨,复仇成功 最近的6次交锋,巴萨3胜2平1副,主场2次都战胜了对手 想哥觉得吧,最近巴萨队内还传出了不少新闻 在大赛面前,若是争冠形势如此关键的时刻 被爆出这种信息,实在是有点,呃 再看看西甲冠军近年来的分布,不难看出巴萨队西甲的统治力 近18年当中巴萨获得了10次冠军 前两个赛季,巴萨也是直接两连冠 真不知道巴萨对于西甲冠军的渴望程度还有那么饥渴吗 此前几天,瓜帅就曾经评价过这个赛季自己带队的曼城 曾经就说到,本赛季曼城球员对于冠军的渴望程度有所下降 导致最终被利物浦大幅领先 而相反,对于欧冠战线上 巴萨上次夺冠要追溯到14-15赛季 再上次就是10-11赛季,相比较这两次夺冠的记忆 更让人能够记住的,反而是这三年里面 巴萨不断的被利物浦被罗马逆转的那两场比赛 哈哈 而马进这边 本赛季绝对不属于是最强的时期 实力的下滑是有目共睹的 目前球队只有西甲这一条战线 全力保住直接参加欧冠的席位是非常关键的 从这点上来看,想跟还是比较看好 马进能够在课场守住巴萨 相比方面双方都有,但对绝对实力的影响应该都不大 好了,今晚就让我们一同观看 马进如何在课场守住巴萨吧